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尊讲门令 为了昆仑 林仙的鼻子一酸 眼神模糊了 他连忙低头双拳 却不由自主地攥得更紧了 昆仑 一切都是为了昆仑 树龙神色 乃眼疲倦 身边的苦味睡得东倒西歪 营地呢安静无比 只有憨声此起彼伏 以苦味强悍的身体 只有在体力极度透支的情况之下 才会出现眼前的景象 到处的断壁残垣 显示着这里的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无比的战斗 卫营的行军速度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问题 尽管说金卫营想尽了办法各种法宝 用在了他们的身上 但是效果呀都不明显 他们修炼的是魔工 并不擅长利用法宝 后来还是纯玉堂大人豢养的灵兽 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比起朱雀莹呢 还是要差得多 所以公孙给他的任务便是护住侧翼 一是重要的资源界 杀界 夺取杀界并没有费什么功夫 这个时候玄空寺已经没有多少力量来守卫杀界 但是富裕的杀界就有不少势力技艺啊 到目前为止 树龙已经率领卫营击溃了八支不同势力的战部 连续的苦战 便是意志坚韧无比的卫营也感觉到疲倦欲死了 忽然一缕纸鹤飞来落入树龙手中 树龙精神一阵打开了纸鹤 脸上顿时流露出了狂喜之色 金巫营的人终于来了 很快的卫营诸将的被纷纷的叫醒 大量探哨被分派的出去 以防止那小股敌人渗透 对金巫营造成伤害 不过多时浩浩荡荡的船队出现了 天边出现了无数个黑点 每个黑点都是一艘宝船 浮阵中立刻传出了极次的高呼怒吼 刺激笔伏清晰可闻 热闹非凡啊 快 准备好材料箱 准备好瞎船 隔队顺序不要乱 东西不要快 且这倒起精神 谁要在这个时候掉链子 可别怪小爷不客气啊 找到标记 不设嘱咐着 必须在天黑之前完成 船队刚停 无数人群无数箱子 如同无数的洪流 轰然的从各艘宝船的咸口喷涌而出了 地面上的苦味们直觉天空一暗 眨眼之间整个天空密密麻麻 遮天蔽日啊 左墨打开了盒子 有些意外 怎么多了两根素影荤丝草啊 易安恭敬而小心的说 欧西唐希望得到大人的庇护 庇护 左墨立刻反映了过来沉阴片刻 你呀不用如此 怀安是为了帮助我 才杀死了妖族的长老 我不会做事 大人暂时自然无事 那若是大人离开 悟西唐大祸将至啊 琢磨一想也是 妖族长老会这样的大势力 倘若说像是点暗中的绊子 那也绝对不是悟西唐 所能够挡得住的 而他呢 又不会再不周成 逗留多长的时间 行了 你有什么想法 不妨直说 易安恭敬就充满自信 大人呢 是做大事的人 没有时间放在琐碎的事情上 悟西唐啊 虽然说并不是魔族最大的商会之一 但是在魔界呢 也小有根基 无论是收集材料 物资流通 受贩 货物 都能够成为大人的壁柱 琢磨这一下 可真的有些感到意外呢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易安的打算呢 竟然是直接投奔自己 像悟西唐这样根基身后的家族商会 本身那就是不小的势力 绝对不会轻易的投靠其他势力 这件事情 我可以答应你 琢磨想了想 但是 你要想清楚啊 一旦你站了队 以后就不会像现在这般清闲自在 易安脸露喜色 毫不犹豫 属下考虑清楚 并非一时冲动 左膜很满意 易安的物西唐可真是意外之喜 无论是易安丰富的打理商会的经验 还是物西唐庞大的销售收购其道 那对于眼下的莫永海来说都是急切的需要的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 这件事情暂时不要泄露出去 是 外面啊太危险 你呢先留在这 替我准备一下天使剧装的拍卖会 嗯 大人打算把天使剧装卖掉 易安大吃一惊 是的 卖掉 只是一件准神兵而已 左膜点的脸头没有多说 随便准备一下就行 说完了左膜便消失不见 只留下了满脸震惊的易安 他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连妖族长老会也会来凑热闹 准神兵这天使剧装竟然是准神兵 神兵易安哪没有见过 无法做出专业的评估 但是光这个名字就足以令无数的人疯狂了 准神兵而已 大概只有大人敢如此说吧 易安的脸上震惊 化作了一阵苦笑 盒子里是五根素饮浑丝草 左膜的心情 不由自主的激动了起来 哼 为了这个玩意儿 他几乎闯遍了大半个百蛮境 为了不受打扰 左膜特意的来到地底祭坛 阿鬼和黑金伏兵都守在地底 阴气对阿鬼的身体极有好处 黑金伏兵呢 也是非常的喜欢阴气 斜着骨甲 把阴气吞进去 再吐出来 玩得不亦乐乎 凝视着那盒子里边的素饮浑丝草 怎么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心跳得有些快 莫名的他有些紧张 这些萦绕在他心头的困扰 反复出现在自己梦境的声音 马上就要揭开谜底了 做你的心是以前的记忆 左膜直愣愣的听着素饮浑丝草 一动不动 半晌他身体颤抖了一下 麻烦的眼睛呢 终于恢复了一丝清明 他默然的脸庞鲜活了起来 瞳孔恢复了焦距 唐出一口气 目光转向安静守候在一边的阿鬼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中的紧张和茫然瞬间消失不见 他对自己的懦弱自嘲地笑了笑 一片清明的眼睛恢复了坚定和勇气 他往嘴里丢了一根素饮浑丝草 脑袋里像有什么东西炸开 无数道光和声音 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了 轰的一声 琢磨脑中一片空白陷入到了一片茫然当中 好像无数人在他耳边不断地说话 他完全听不清楚他们说了什么 无数个画面飞快地在他的眼前掠过 他无法看清楚任何的东西 太多太多的信息 逗然他寄身处 喷涌而出 把他包围了 哪怕是身体情人无比的佐墨 也没有办法承受如此众多的画面和声音 斑斑模糊的画面和嘈杂混乱的声音 仿佛渐渐远去了 左末的世界重新恢复了平静 角落的废墟 一个男孩瑟瑟发抖 我们一定要得到他 隔着城墙 男孩也能听到那个男人声音当中的凶狠和猙獰 是吗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昆仑就是昆仑 这气概 和别人就是不一样 不过老太婆没死的时候 怎么就没听到昆仑这么霸气呢 哼 你别凉客气吧 看到你们咸空寺这套虚伪的调调就烦了 这让人伤心 人家还想和你联手 若是那东西落到了天环西玄的手上 不用了 我昆仑从来都不需要和别人联手 别费心了 用不了 上面的禁止解不开 妈的 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就得一个废铁 他们可能有所察觉了 但是他们绝对不舍得让他变成废铁 嗯 一定留有后招 莫非有落网之余 好像有个小孩还没找到 混蛋 怎么出像这样的披露 他是个废物 不喜欢修炼 听说不受老太婆的待见 他是老太婆的什么人 老太婆的孙子 你这个白痴 快去找 不管怎么样也要给我找到 火要见人 死要见事 是 隐乱潮湿的密室 小男孩如痴如醉的 看着眼前的神秘花纹 不知道为什么 他对这些神秘的花纹 有些特殊的亲近感 尤其是许多欲解上面 都有那个让他感到亲切的名字 谁带你进来的 冰冷尖锐的声音 突然从身后传来 小男孩手一哆嗦 一点掉在了地上 他转过来身 一个神情漠然冰冷的老太太 面无表情的注视着他 我 我 小男孩脸色煞白 是我 老太太立声喝道 我 我解开了上面的尽致 恐惧冲去着小男孩的心中 他牙齿磕磕碰碰 老太太沉默了 怎么 你很喜欢那些东西吗 扮上过后 老太太忽然开口了 她神色依然冷漠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反而不像刚才那么凶了 是的 小男孩的恐惧消去了不少 老太太的目光 让小男孩如芒在辈 都不敢抬头 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东西 我不赞同 但你既然进来了 从今天起 这里就属于你 老太太面无表情说完 转身离去 从今天起 她就是你的鬼 老太太身边站了一个穿着白色衣服 神色窃窃的小丫头 什么是鬼啊 小男孩声音有些畏惧 保护你的人 保护我的人 为什么要保护我 因为我会死的 鬼鬼这个名字 不好听 小男孩嘟囔着 手上的动作一点不慢 小女孩歪着头 鬼鬼觉得很好啊 修炼那么乏味的事情 你干嘛要那么用力啊 小男孩一脸不解 小心地处理着小女孩脚上的伤口 小女孩的因为疼痛 眼里边泛着泪花 声音夹杂着一丝哭音 就异常地坚定 因为只有变强了 才能保护少爷 这里很安全 根本就不需要保护 我也不喜欢出门 小男孩的头 摇得像不愣鼓似的 那万一有那一天呢 你想太多了 小男孩像大人似的 啪哒打着小女孩脑子一下 哎呦 小女孩捂着头 老太婆叫你什么东西啊 怎么每次都会受伤 她是不是 她是不是又打你了 不许你也要说婆婆 小女孩顿时气呼呼的 好了好了 不说就不说 反正她也不喜欢我 小男孩有些沮丧 其实婆婆很关心你的 小女孩那连忙安慰她 不 我知道的 她不喜欢我 小男孩的语气 又变得低沉了 因为她不喜欢我妈妈 我知道的 你说的没错 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老太太面无表情 眼中闪过了一丝恨意 树枝打在脸上生痕 小男孩咬紧了牙关 阿鬼背着她 已经跑了很多天了 多到她已经记不住数字 阿鬼脚下一个亮枪 扑通一声 她重重的摔了出去 头晕眼花 阿鬼嘴角流出了一丝鲜血 连滚带爬得到了她的身边 少爷 少爷 摔着你了吗 她激烈的让自己的脸上的笑容变得轻松 没事 我没事 少爷 我真的是没用啊 阿鬼紧咬着嘴唇 眼泪在眼眶里边转着 行了吧 是少爷没用 他伸出了手掌 像往常一样揉了揉阿鬼的头 鬼鬼 你快跑吧 不 阿鬼斩钉截铁地摇头 他们用了一种秘术 在我的意识里留下了标记 不管我怎么逃 他们也是能找到我的 不 阿鬼一愣 忽然撕心裂肺地悲喊 眼泪夺眶而冲 行了 快跑吧 鬼鬼 带着我那一份 好好地活下去 阿鬼伸出了乌黑的手掌 抹了一把眼泪 忽然一把把她放到了背上 一言不发地狂奔 哎呀 鬼鬼没用的 快放下我 一路上的劝了很多次 不知道跑了多少天 阿鬼最后一丝体力也消耗殆尽 两个人摔倒在地上 阿鬼的脸色苍白 他的力量消耗殆尽 他努力挣扎着爬到了他的身边 阿鬼脸色苍白如指 他摸着他的脸颊 喃喃地说 少爷 你会忘了阿鬼吗 当然不会 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少爷 一定不能忘了阿鬼 阿鬼忽然泪流满面 眼泪滴在他脸上滚烫滚烫的 他的意识开始逐渐地模糊 嘴里含糊不清 死也不会忘呀 不知道过了多久 也许只是一瞬 也许是很久 当琢磨睁开眼睛 有什么东西顺着他的脸颊 无声滑落 很多很多东西 塞进了他的脑海中 那么多 他需要时间好好地去整理 带着他模糊的视野 却只有那个安静的 守在他身旁的身影 模糊的视野渐渐地变得清晰 就像从梦境回到现实 琢磨的情绪 逐渐地沉淀下来 他忽然收出了手掌 揉了揉阿鬼的头发 注视着阿鬼木然的脸庞 琢磨的目光柔和而坚定 嘴角笑容如涟漪一般扩散 贵贵 现在轮到少爷来保护你了 琢磨站起身 他的气质变得更加的深沉 找回的记忆碎片 大多数都是悲伤 绝望 寒冷 然而现在的琢磨 早就不是那个柔弱无助的小男孩了 他是经过了无数战斗洗礼 经过了无数生死考验 以支手之力建立起 莫永海的男人 记忆里的那些疼痛 悲伤绝望 让他变得更加的成熟了 他依然会心怀恐惧 但是 却绝对不会退缩 他会昂首挺胸 勇敢向前 那话说前方 是刀山火海 他依然会盲人彷徨 但是 却绝对不会迷失自我 他会伸开双手 向前苦苦摸索 哪怕手掌被迷雾中的筋棘 刺得鲜血淋漓 他依然会贪婪如故 他就知道 最珍贵 最值得保护的是什么 他会永不放弃的守护 哪怕是需要付出他的一生 琢磨开始明白自己的使命 到底是什么了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记忆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第五